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香港的惊悚片《怪物》 影片一开场 大眼妹和眼镜哥两口子 带着儿子小正太正在看房子 两人挑来挑去都不是很满意 房屋中介猪头弟说 我手上还有一套物美价廉的房子 上风上水买了保证不让你们后悔 转场之后 夫妻俩跟着猪头弟来到了未来的新家 猪头弟说这可是块风水宝地 平时没事边晒日光雨边闷得蜜 甭提多惬意 当大眼妹正搬家的时候 小正太突然不见了 这可把大眼妹吓得是顺脖子流汗 不仅打电话没信号 而且电梯里盯了光浪的动影 差点就把她给吓掉了 当她正吓穴磨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一声怪叫 她瞪着眼珠子往里一看 顿时吓得是花哲乱颤 当大眼妹抱着小正太刚走进电梯 小正太就被怪物那双恶毒的眼睛 彻底吓蒙蔽了 到了晚上怪物开始蠢蠢欲动了 而且有明显的针对性 不过由于大眼妹提高了警惕 怪物一直没能够对小正太怎么地 转过天 大眼妹夫妻俩带着小正太 到邻居家参加生日派对 在跟龙套姐和酱油姐闲聊天的时候 大眼妹得知这个地方 以前拆迁的时候曾经死过人 大眼妹问这里以前是什么地儿 酱油妹说这里以前是穷人住的木屋区 后来政府打算拆迁 可这里的住户就是不白 因此双方起了冲突 我记得还曾烧死过一个愣头青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外面突然下起了大雨 所有的孩子都在唯独不见小正太 这下可把大眼妹给吓坏了 当他刚跑到天台上 就看到怪物把小正太给拽了下去 大眼妹急忙跑到楼下一看 发现除了玩具 小正太已经不见了 警察胡子哥带人赶到了现场 可前前后后瞎学没了遍 什么也没发现 胡子哥说你老婆精神上不会有什么毛病 如果小正太真的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 地上不可能这么干净 两口子一看这帮警察全是吃钱饭 于是便决定自己干 当大眼妹和眼镜哥正在车库里发寻人启事的时候 突然听到从通风管道里传来的奇怪的声音 哎呀我觉得这小夫妻俩应该都练过硬气功 不然不会这么轻松吗 眼镜哥这边刚爬进通风管道 就被怪物拽入脚脖子摔得冒了泡 但这眼镜哥毕竟不是一般人的 岂能束手就擒呢 可这怪物更不是省油的灯啊 冲着眼镜哥一顿拳打脚踢 很快就把对方给揍懵逼了 转场之后眼镜哥被送进了医院 大眼妹拽着胡子哥说 你长得这么难看可不能白吃饭 你得赶快行动 不然我儿子就没命 医生一看大眼妹如此的狂躁 于是便开始下猛药 这一针下去 大眼妹再也不活蹦乱跳吓胡闹 随后眼镜哥带着手下展开了搜索 可这帮人拿着手电筒一通瞎球转的 到最后什么也没发现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我们看到小正太被困在水箱里出去 而那个怪物 哎呀看到这儿我才发现的 什么鬼压师的 全是封建迷信 不过你甭看这疯女人现在长得丑啊 等会儿要是看到她的原貌 饱准把你摘一跳 接下来啊 飙戏的时间到了 疯女人这边是黯然神伤 默默垂泪啊 大眼妹那边是痛哭流涕 撕心裂肺 一个婉约一个豪放啊 简直跟俗哥风格诡异的唐诗一个样 转场之后 大眼妹拿着几盘露洋带啊 来到了胡子哥的办公室 说这是今天小区的监控啊 我希望你们能仔仔细细的看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发现 胡子哥说甭扯淡 我们把这个小区里里外外都找了个遍了 连个鸡毛都没发现 而且像我们这种片子 警察的出现的就是为了添乱 有些事啊 还得你自己去干啊 大眼妹一听着心里就是一惊啊 心想对啊 胡子哥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啊 以前光演那些风花雪月非常勿扰了 看来自己的孩子啊 还得自己找 随后大眼妹再次来到了地下车库 看到这儿我才算是彻底搞清了 原来不是这夫妻俩练过英气功 而是这部影片里所有的盖 都不带英多次定了 大眼妹绝着定正往前爬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小正泰的叫声 可这姐们刚一转身呢 就一脚踩碰就甩懵了 这小正泰被疯女人绑架之后啊 算是彻底被疯女人给吓懵了 并且很快就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了 为了尽快找到自己的儿子 大眼妹不惜花重金买了条狗 从这条狗的品种上来看呢 应该是比较凶悍 而且这狗脾气暴性子急 把大眼妹溜得是香汗淋漓 而与此同时呢 要说这疯女人的身体素质那是真给力 上蹿下跳如履平地 小正泰这边刚跑出去 就被赶来的大黑狗扑倒在地了 疯女人一看可就不干了 接下来呀是一场人狗大战 时间不大大黑狗就领了好饭了 巾帼不让须眉舍我欺谁啊 从大黑狗的品种和体型上来看呢 导演对疯女人那绝对是真爱 当大眼妹赶到的时候 已经是狗撵通晚一步了 不过她从狗嘴里掏出一根象牙 哎不对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是掏出了疯女人的半根手指头 大眼妹急忙拿着手指头去找警察胡子哥 经过指纹的比对啊 疯女人的身份终于查清了 胡子哥说疯女人和她老公啊 以前就住在这里的木屋区 这小两口啊还有一儿子 跟你儿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说白了呀 其实就是一个人演的 哎呀 现在但凡长得有几分资色的女演员呢 估计都不会接这种角色 在这里啊 必须为林佳新赞应 胡子哥说 那个在抗拆冲突中被烧死的愣头青啊 就是她老公 她老公死了之后啊 疯女人就跟儿子相依为命 可没过多久呢 她儿子也被砸死了 从此她就疯了 然后不久之后就失踪了 为了赶快找到疯女人救出自己的儿子 大眼妹利用阴谋诡计刺激疯女人 说疯女人的儿子正在她家等妈妈 这疯女人虽然体额强健 但智商明显不在线 看完之后当时就方寸大腕 很快便顺着垃圾通道摸到了大眼妹的家里 打算跟她那个不存在的儿子见一面 可这俩女神一见面就是一场恶战 就在大眼妹马上就要领盒饭的时候 小正太突然出现了 不过从小正太的表现上来看呢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这个时候疯女人在幻觉中啊 突然看到了自己的老公愣头青 愣头青说你别在这捣乱了 抓紧时间领盒饭 这样咱俩才能再见面呢 疯女人一听愣头青的话挺在里边 于是便套楼自杀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手汤吃压经嘛 世上只有爹妈心 长大之后要感恩 做人别学白眼狼 可怜天下父母心啊